在工作治愈,我的同事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聊天。 其中,同事小雪经常会吐槽她老公, 有时说她老公懒惰、离谱、情绪不稳定, 有时又说她老公粗心大意、骄傲、自打、糊里糊涂。 在她嘴里,她老公简直一无是处, 几乎找不到什么优点。 受小雪的影响,我们对她老公也没什么好印象, 虽然没见过对方,但在我们心中都觉得她实在不怎么好。 同事也奇怪为什么小雪会看上对方, 直到有一天,小雪在公司工作时突然不舒服, 上吐下泻,全身冒冷汗。 我们联系了她那不靠谱的老公, 第一次见到对方时, 才发现事情跟小雪描述的完全不一样。 她老公一边替她向领导请假, 向同事们表达歉意, 收拾带起她的随身物品, 一边给她端茶倒水照顾她,打车去医院。 整个过程中,她待人并另有理, 做事条理清新,总之是非常靠谱的人。 为什么一个人在自己的伴侣口中和在外人眼中会有如此大的区别? 当然,不派出有一种可能, 人们都会把自己最好最优秀的一面留给外人, 而把自己摆烂懒惰的一面留给家里人, 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, 就是我们面对熟悉的人, 很容易戴上有色眼镜, 以自己过去的经验为对方贴上标件,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如此不堪, 戴着有色眼镜看人, 是关系里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, 也是影响我们关系的大杀戒。 很多人嫌弃自己的伴侣, 奇怪自己怎么会瞎了眼, 看上这么个一无是处的人, 但也许对方并没有那么不堪, 而是你在和对方的相处中, 越来越失去客观和理性, 总是用你的有色眼镜去评判对方。 为什么我们总会忍不住戴上有色眼镜看人? 其中一部分原因, 出自我们的原生家庭, 我们在童年时, 如果经常被父母用有色眼镜看单, 经常被贴上负面标签, 这种标签也会成为我们思维的质果, 让我们习惯用这种方法对待伴侣。 比如我们小时候如果不爱劳动做家务, 被父母贴上了懒惰的标签, 这种标签就成为我们的有色眼镜。 当伴侣表现出对家务的抗拒, 我们也会为对方贴上这样的标签, 会嫌弃对方太懒。 而另一部分原因, 则来自我们对伴侣的认知。 我们和另一半的相处是循序渐进的。 任何一段关系, 都是从刚开始的互相试探想象, 演变成越来越熟悉对方。 熟悉到对方一张嘴, 你就能猜到对方要说什么。 这种对伴侣的惯性认知, 也会变成有色眼镜。 比如伴侣以前曾经做过不靠谱的事情, 给你一种他这个人靠不住的异想。 如果你把这种异想当成了有色眼镜, 就会用来评判预测他以后的行为。 那么, 为什么有色眼镜会对关系造成恶劣影响呢? 一有色眼镜会让人看不清全貌, 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力、 记忆力都是有限的, 而每天发生的事情却有千千万。 我们的大脑会自动筛选信息, 并将其存到形成信息库。 可这种筛选本身就是有侧重有选择的。 就像我的同事小雪曾经认为, 他老公十分不靠谱。 当他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人, 就会特别关注他老公不靠谱的行为。 其实, 小雪的老公同时也是一家餐厅的小老板。 如果他真的如小雪所说, 全身上下找不到一处优点, 他又怎么可能打理好一家餐厅? 他每天要处理那么多事情, 大部分事情都处理得不错。 可是小雪只把他没做好的那几件事单独拎出来, 这显然是不宫廷的, 有色眼镜, 让小雪根本看不清老公正是全面的样子。 他对老公的评价也是非常不客观的。 很多女人总觉得自己嫁错了人, 想起自己的伴侣就又嫌弃又厌恶, 然后黯然身伤, 感慨自己的悲惨命运。 可这里所谓的嫁错人有多少是真实情况, 又有多少是他们被自己的有色眼镜蒙蔽了眼睛呢? 而有色眼镜会影响对方的行为, 当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伴侣, 总是认定对方有一些负面的行为, 我们就会忍不住嫌弃伴侣, 镜子迟的甚至可能直接指责对方, 张口闭口都会给对方贴标签, 你真懒, 你真没用, 你太不靠谱了。 这些言辞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? 他们会让伴侣更加固化自己的行为, 变得更懒, 更没用, 更不靠谱。 举多人会以为, 我只要指出对方的缺点, 对方就会改正, 我只要批评他, 他就会变得更好。 这实在是对人性的误解, 真实的人性是很容易被催眠的。 当伴侣无论做什么, 无论则要努力都无法得到你的认可时, 他也就渐渐会认同你所说的话, 认为自己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差劲。 既然真的那么差劲, 干嘛还要努力去改正? 不如破罐子破摔。 而一些各方面都很出色的男人, 却是被伴侣彩虹屁夸出来的。 当伴侣经常关注他的优点, 时常夸奖他, 肯定他, 反而可能激发出他的潜能, 从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伴侣变得越来越贴心, 可靠。 三, 有色眼睛会让我们沉浸在负面状态中, 一个人是否幸福, 除了取决于他身边的真实境遇, 也取决于他当时的心境。 面对同样的半杯水, 被观的人看到的是倒霉悲惨, 觉得只剩半杯水, 乐观的人看到的却是幸运是希望。 面对同一个伴侣, 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好幸福, 伴侣太完美了。 有的人则觉得自己倒霉托顶, 怎么摊上这么个人, 我们大部分人都只是普通人, 有优点也必然会有缺点, 我们的伴侣自然也是如此。 你若能去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, 就会充满感恩满足, 也有更多能量, 好好对待自己的生活。 你若是盯着他那些缺点不方, 还用自己的有色眼镜去评判对方, 指责对方抱怨对方, 且不说对方会不会改变, 你自己将会一直沉浸在那些烦恼之中, 你的心情是烦躁郁闷的, 你的精力也会消耗在这些琐事上, 你的精神状态也无精打采, 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 更可怕的是, 你的这种状态会蔓延到其他各个领域。 在工作生活人际诸多方面, 只要想起闹心的伴侣, 你就会觉得没什么意思, 从而影响你做其他事情的状态, 与其他人的相处。 好的心情会让我们有更好的状态, 好的状态又会创造更好的境遇, 好的境遇让心情更加美好,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 而这个良性循环的开头, 需要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美好的眼睛, 我们都想有一段美好的亲密关系, 想要甜甜的爱情, 想要和偶像巨男主角一样完美的办理。 默想成真, 一方面确实需要相当的运气, 而另一方面, 我们的思维方式、 处事模式都会影响我们的真实境遇。 当我们觉得对关系有诸多不满意的时候, 不放冷静想象自己是不是戴了有色眼镜, 把太多负面情绪投入在和对方的关系里。 当你看到对方正实的样子时, 能保持理性, 你才能对你们的关系有一个客观的认知。